那片頭有說 那片頭的部分我有說我要去美國 那真的是要去美國 然後三個禮拜 那為什麼要去美國三個禮拜呢? 因為我要去參加一個NAB2023 這個是一個世界最大的影像 就是影音器材分享 然後就是很多人會就是一個盛會啦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人 去參加一個展覽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就 那片頭有說我要去美國三個禮拜 那片頭有說我要去美國 那我真的是要去美國三個禮拜 那為什麼我要去三個禮拜呢? 因為我要去參加一個展覽 那叫做NAB2023 那這個展覽呢主要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影像聲音就是 broadcast 就是你可以 多媒體傳播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科技 然後最新的東西 世界級的最大的一個 這方面的展覽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啦 那我也沒去過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 那我會在這個頻道 然後跟另外一個頻道 可能工作室那個頻道 然後就是分享一些可能我跟別人採訪 就是我可以講一下 然後 欸?OK 然後就是我們可以做一些這種 小小的interview 或者是小小的分享那些器材 或者是那些交流的東西 那我會把它做成影片 那我不確定到底是會放到哪一個頻道 可能是這個頻道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個工作室的頻道 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去訂閱我工作室的頻道 因為那個上面目前還沒有什麼影片 那我想說欸?有這個機會 那有這個影像的一些內容 所以我就可以丟到那個頻道 所以還在評估啦 那真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那NAB是在Las Vegas 那為什麼會三個禮拜呢? 因為我想要前面一個禮拜 就先提早去美國 後面那一個禮拜 在LA啦 Los Angeles 那邊再玩一玩 就是去看看一些哭血的東西啊 可能去那個Hollywood啊 或者是左邊的海岸線啊 下面的海岸線之類的就去逛逛 然後順便看一下相機店 然後去看看有沒有工作室可以參觀之類的 反正就是有一些行程安排啦 那為什麼會參加這個NAB 我覺得還蠻酷訓的 就是因為當完兵了 那沒有事 那我媽就說欸?你有沒有想要出國? 然後我在想說欸?出國? 那我就是很想要就是去美國啦 就是我心目中就是欸?我想要去美國玩玩 然後這次是我真的一個人 就還蠻特別的 就是一個人 因為我還沒有一個人出國過 應該很少人會有一個人出國過的經驗 可能出國留學嘛之類 但是如果要真的是 就是非遠遠這樣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出國留學 這是可能唯一的機會是你可以 自己一個人出國 那這樣子出國 然後去看一個展覽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一個經驗 反正我們就原本是 月初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東西 那我媽是講了說欸? 要不要去美國看看 就是要不要出國 那我想就是美國 然後我以後再想說 攝影器材的東西 那我在想欸? NAB 然後我就上網查 剛好 還沒有截止啊 就是 4月多嘛 4月15號左右的展覽 所以 那3月初的時候 還有機會 那我就看一看 然後申請的條件 然後我就是去申請PRESS 就是 因為像是多媒體 因為像是記者嘛 就是一個 可以分享 這個展覽的資訊的人 所以PRESS是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 就是有PRESS ROOM之類的 你就可以有一些空間 然後免費Wi-Fi 影音機電腦 然後還有點心之類的一個空間 還有充電的地方 就是 有一些專屬的 福利嗎? 就是它會提供你一些東西 然後參展 就是去看展也是免費的 就還蠻酷的 那 月初的時候我就 看一看怎麼申請這個PRESS 那 那 看一看 要有護照才可以申請 所以我就去月初 申請的護照 用一大堆東西 用很多很多資料 然後 在那裡等超久 結果就 等了半天吧 等了一整天 然後護照拿到了 然後我們申請了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呆呆的等 因為 要等它審核通過 因為我還不知道 到底 就是我申請了 到底可不可以通過 因為 不可以通過 如果呢 就是可惜 那有通過 就要趕快去 處理一些東西 所以差不多在 月中 月中吧 OK 快要20 18嗎? 反正月中的時候 才接收到訊息 是 我 申請通過 就是PRESS 申請通過這樣 還蠻酷的 那真的是 腎上腺素 就是整個HIGH起來 就是 真的 有點像夢想要實現的感覺 就是 原本都是憑空想像 然後就是 啊 可有可無 但是這種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想法 馬上去 把它實現出來這種感覺 然後就是馬上可以 搬到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還蠻酷的 然後 然後我們就是 訂訂房啊 訂訂機票啊 看看 住的地方啊 然後 一些 處理一些雜七雜八 然後規劃行程之類的 反正就是 所有東西都 要好好的去規劃它 因為 不是台灣 就是然後 可能治安也不好啊 看起來是還蠻多人會被搶的 然後 還有在準備 開車的部分 就是因為要自駕嘛 所以我媽就是讓我 我爸媽就是 叫我在台灣練習 然後開車 就是我開爸媽的車這樣子 就 各種東西都要準備啦 那現在已經是 我現在錄這個影片 已經是3月29號了 那 對啊 反正 攝影器材要先 就是拍完這支影片後 我就要全部 準備好 然後就是 先把心理就 都準備好 才不會有說 欸 我又忘記帶什麼 就是我還有 我5號出國 所以就變成 我還有算是一個禮拜 可以來好好整理 去把我行李箱的東西 就放好這樣子 才不會說 我忘了帶內褲 我忘了帶洗髮精 我忘了帶什麼什麼 我忘了帶什麼雲台啊 我忘了帶腳架之類 反正就是 就全部都先把它 想辦法先全部都塞好 那忽然想到東西就 添加 覺得不需要什麼東西 就再拿出來 這樣子 反正就是 嗯 要好好整理心理 然後下個月就是 美國啦